黄马中场替补很贵,要么卖8000万磅,要么加钱换比利时双星,虽然只是中场替补球员,但是科瓦西奇一直顶着莫德里奇接班人的称号,世界背上克罗地亚队长的表现,让科瓦西奇的也跟着水涨船高,目前曼城和切尔西都有一带走这位年轻人,不过黄马的要价可是高的初期,替补球员也要卖8000万磅, 由于若日尼奥跟随萨里加盟了切尔西,因此曼城主帅瓜比奥拉,准备求购科瓦西奇,不过黄马对这名替补也很看重,虽然科瓦西奇也有离开伯纳乌的意思,但是黄马的要价高达8000万英镑,跟着莫德里奇身价飞升虽然曼城有些不情愿,但是切尔西似乎又在继续抢人,来自天空体育的消息认为, 切尔西也在追逐科瓦西奇,而黄马正在与蓝军商谈比利时双星的转会事宜,由于切尔西要价高到2亿多英镑,因此黄马也认为,科瓦西奇,能抵扣8000万英镑的转会费,黄马也想多卖钱好。 卖人看起来这位24岁的中场,如今也因为克罗地亚的世界杯亚军变得火爆了,虽然曾经在点球大战中拔持点球,但是科瓦西奇的身价没有受到影响。